Live of the EMP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來一這邊台北實驗室 EMC實驗室的 Rodger Adventure 我叫Spring 你們如果有一些EMC的問題 待會測試 待會在過程中你們可以隨時提出來 來做一些討論 那今天主要介紹的是這個60601-1-2EMC的部分的測試的一些要求 那包含了現行的2007年版跟剛發行的這個新的第四版的這個要求 那60601-1-2它原來是法規裡面寫的這個日期 各位講義上寫的是法規上面寫的日期 那這個部分我是把OJ也放進來 它原來寫的日期說2009年9月12號之後 舊版的2001年版就不可以使用了 那在OJ上面秀出來是說 在2012年6月1號之後 你只能用2007年版 所以它這個日期有寫的不太一樣 那後面這個是這個OJ裡面 它所說的這個施行日期 就是舊版被取代的日期 比如說這個舊版2001-A1-2006 在這2012年的6月1號之後 你就不能使用了 對不起有點小聲 這個OJ上面寫的東西 後面這個日期 寫的是這個舊版被取代的時間 那在這個時間點之後 2012年6月1號之後 你只能用2007年版來實施 那因為新版的EN 第四版的EN-6061-11這還沒出來 但是IEC已經公告了 IEC是2月1號就已經公告了 那待會在下一版 下一份頭影片裡面會有 那在6061-11之二裡面 有一些特殊的符號這個必須標示出來的部分 就是像如果你有RF的POR 然後的功能你必須把它標示出來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 使用中禁止碰觸的這個開放式的那個PANET的POR 你也要標示出來 那這個在 之一之後裡面的ESD靜電測試的時候 就會特別排除掉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有些產品必須用在一個Shading的Location的話 就是有一些需要隔離的這個空間的話 那你也必須寫一個情緒出來 來強調說你這個產品必須適用在一個 這個有隔離效能的一個區間裡面 那在EMPC的測試裡面比較簡單 他就也不是很簡單 他項目很多 但是他主要分兩大項 一個是Immunity發散的部分 一個是Immunity耐用性的部分 那Immunity裡面就有分主要三個章節 一個就是針對這個 一個獨色設定設施的一個方法 不好意思 這個上面的推遍跟我的講義是不合的嗎 現在講義有一點點被修正過 頁碼有點不太一樣 OK 這個新的講義如果你們有需求我可以再寄給你們 或者你們可以留下資料下來 再跟我們這個 窗口這邊說你要這個 今天上課的現在這一版的講義 因為我中間之前送講義的時候有些 業術漏掉 忘了放進去 所以有跳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針對其他設備的這個低頻 低頻的磁場的防護的能力 那第三個就是針對這個公共電源網路 防干擾的能力 那在這個耐受性測試裡面就有一些基本的測試要求 如果說 各位的產品之前有做過EMC報告的話 大多數這些測試都是一些基本的要求 像 這個是靜電測試 這是輻射廠牆測試 然後這個是快速脈衝測試 然後這是雷級測試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傳導的那個 傳導的耐受測試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電壓變動測試 然後最後就是磁場廣物的測試 那另外之一之二裡面在200000版 它有一些部分的測試有訂出來 但是它並沒有 法規裡面並沒有要求 裡面的內容 就是它沒有quitania 沒有test spec 它只是說這幾項測試 將來它都會考量說要再加進去 可是實際上我們看到第四版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已經不在 它都把它拿掉 它把它回歸到最基本的一般的EMC的要求 那在這個輻射發酸測試裡面 針對輻射保護的部分 主要是按照SYSPER11裡面的要求去做測試 但是如果你的產品 是一些比較簡單的電器組件 比如說你是一個純加熱的加熱電 或者像熱水瓶一樣 有SYSPER11可以去控制你的溫度的部分 但是它沒有其他的數位控制訊號 你可能就會用到SYSPER11加電類來測試 那如果你是一個照明設備 比如說你是一個手速燈的燈燥 燈頭 或者是你是X光機的這個燈箱 那它就要依照SYSPER15登據的要求 來做EMI的測試 那另外就是其他的資訊設備 資訊設備的話它還是主要是依照SYSPER22 就是資訊產品的要求來做測試 那這個部分的話它比較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因為在SYSPER22裡面有分XB跟XA 那如果你的產品在測試應用的裡面 引用到的是XA的限制值的話 它如果是XA的限制值的話 它就不能跟其他類的XB的產品 搭在一起使用 你在你的產品上面你就必須標註你是XA的產品 比如說我這台Notebook 當初在做報告的時候 可能是引用XA的Limit 那我在搭其他醫療設備的時候 我就必須只能搭其他醫療設備 SYSPER11XA的設備 我不能去搭其他XB的設備來使用 但是如果你是XB的設備 你當初做的時候是用比較嚴格的方式 你可以搭所有的設備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另外它有提到受屏蔽的設備的話 你必須按照你的受屏蔽的狀況 去降低或者是放寬你的這個限制值的需求 請教一下你剛才提到這個醫療系法 那如果XA不能搭XB 如果你的設備是放在XA的話 你不能主動去搭XB的設備 但是別人可以來搭你 你說你的產品在給人家使用的時候 你必須警告人家說我這個產品是XA的 所以我在迷路上是加敘述嗎 還是說我在申請之一之一的時候 medical system的時候才需要確認這個東西 你的迷路上必須要敘述 你的迷路上必須要敘述 在這個一般EMC的測試要求上面 如果你引用到 你有分到XA跟XB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Warning的Statement 那誰是主誰是副啊 搭配的人決定 他應該說以你的產品為主 如果是別人要搭你 那是別人的責任 但是如果是你搭別人 你就必須告訴人家我是Class A 你自己要注意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主要是我沒有一定要有這部分的 你一定要有Warning letter Warning的Statement在上面 你必須說你是一個Class A的設備 他可能在使用上必須做一些適當的防護 那其他的Class B產品可能就會被你影響到 但是他如果主動去找尋你這個周邊來使用的話 他這個部分他就自己要負責 因為你已經建議他不要用 那第五個部分是無線設備的產品 那無線設備的部分就是按照一般國際規範 或國家規範的要求 因為無線設備的部分 他的那個無線設備的能量 有他自己無線通訊用的規範去特殊要求 不會列在這個EMC的要求裡面 他會被排除在外 那如果說你引用了這個無線設備的這個Spec 是國際規範沒有辦法要求到的 或者是地區規範沒有辦法要求到的 那你就只能引用6061-1-2裡面 EMI 的要求去讓他符合 那他會比較嚴格 那再來就是Type A類的專業醫療設備的話 那你通常這類設備一定是Groop 2的設備 就是說他有一些設備能量 那這個設備能量在使用的時候 他必須符合到Groop 2 就是Class B的要求 那但是他的主頻的第三次協波 是可以被放寬的 放寬到Class A 就是他這個設備上 他有一個主要的設備能量在工作 譬如說類似直子加速器 如果是一個直子加速器 他在做醫療用途的設備使用的話 可能他原來理論上 他的物理特性上第三次協波就非常高 他沒有辦法符合到Groop 2的要求 但是他可以被放寬到Class A的要求 如果你是Type A的設備的話 那Emission的部分他的測試基本上就是 您的測試產品 會有一個在工作狀態的時候 會有一個輻射雜訊 那我們就會用一個接收天線 跟一台訊號接收機 去量測你輻射出來的雜訊 那法規會有一個基本限制值 去限制你的雜訊 那因為這一段剛好漏掉 剛好Emission這一塊的部分有三張圖 應該是六七張圖被漏掉 所以我是補這一塊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 這是Condation的部分 他就是傳導測試 那他就是在量說 你的產品設備在使用的時候 如果你有訊號線或電源線 去連接到外面的話 不管是外面的電源網路或是外面的周邊 那他會在你的 這條導線上面去量 你的產品設備 洩漏出來的雜訊 那他只是說 量測的方式不同 他其實意義是跟剛剛這個 輻射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 他有一些頻段 在某些頻段之上 他會以輻射的形態來發散出來 那某些頻段之下 他會以傳導的方式發散出來 那所以量測的方式會不一樣 但是他主要量的是同一個概念 那針對這個低頻的 低頻頻率磁場的要求 他法規裡面是沒有規範 法規裡面是沒有規範 那在未來就是第四版之後 他這個也沒有 也被取消掉 那在針對是 公共電源網路的這個保護的部分 他就是按照這個 IEC-6i13-2跟IEC-6i13-3 harmonica跟freak的要求 這是一般這個歐盟電源網路裡面 針對他這個 電流斜波 跟電壓變動的 一個限制值的要求 你的設備如果說你會 在使用上面你會有一個AC電源端 會接到這個所謂的公共電源網路 那就是一般我們講的所謂的這個 交流電源 那這些交流電源可能會連到外面的 直接連到外面的這個公共電力系統 這個部分你就要做這兩個測試 但是如果你的設備 比如說你是一個 DC source 你的 你必須連接到DC的電源網路 那這個DC電源網路是從 可能另外一個發電機提供 提供一個DC電源 那你就不用測這個 因為這個部分只針對 第一個AC 你必須是AC電源輸入 第二個 你的AC電源是從 公共電源網路連接過來的 那他的量測上面的概念 其實跟剛剛討論有點像 就是你的量測產品 你的產品在工作的時候 你的AC電源 你的AC電源端 會用到外面的公共電源網路電的話 那我們就會在中間去量你的電流斜波值 跟那個電壓變動值 這個部分開始有講 抱歉剛剛那一段是漏掉的 那Immunity的部分 它會有一個先有一個這個 這個Quantilium的要求 就是說 你有一些基本的 產品功能的需求 在做Immunity耐受性判斷的時候 因為Immunity在測試的時候 它是放一些干擾在你的產品上面 那 我們必須看你這個產品 的功能是不是有符合到這個最低的基本需求 就是6.2.1.10裡面的這個基本需求 如果你有符合我們才能算PASS 如果你有任何一項不符合 或者是你的必要功能裡面 有一項不符合 它還是會算Fail 所以在一般的判斷裡面 它不像這個 其他的EMC實能打會有分說 Criteria A Criteria B 不會這樣分 它只有PASS跟Fail 你只要有一項不符合它就是Fail 比如說你的產品裡面有一些 零主線所壞 這個包含什麼 包含你的這個保險絲 如果你的AC電源 當然有一個保險絲 在測試的過程裡面 它因為受到干擾 或是大電流的這個突波進入 讓你的保險絲斷 這個也算ComponentFail 雖然它 你的保險絲本來就是一個 會壞的保護裝置 但是它不允許你用Component壞掉 那另外就是你一些 可程式化的一些參數被改變 類似這種 或者是你Reset到那個出場預設值 而不是使用者當初設定的一些設定值 或者說你的操縱模式變動 比如說你本來是在 加溫模式 忽然變成冷卻模式 或者是有一些失效的這個警報 這個失效警報是主要是因為干擾引起的失效警報 或者是有一些東西被 有一些功能被中斷掉 即使你的失效警報有產生一些警示的這個 提醒 但是它這個 功能上面被改變了 被中斷了也算是 一個Fail的一個狀態 那Immute的測試裡面 接下來這個就是ESD的部分 那ESD的部分它就是在模擬說 哇 你的產品在 使用者在操作的時候 我的手指可以接觸到的部分 我會用一個經電模擬槍去放電 打在您的產品上面 那產品的上面不是每一個點都可以擋 那主要是 你的使用者在使用的時候 會碰觸到的那些部分 比如說如果你是一個 像Notebook一樣的東西的話 你的鍵盤滑鼠或螢幕 這個部分是一定會被ESD靜電槍去做測試干擾的 如果說你是一個體溫器的話 你的體溫器上面的按鈕 或者是你跟人體接觸的那個部分 就是 兩耳聞或兩耳聞那個部分 就會被這個ESD靜電槍去做模擬干擾 那在干擾之後我們會去看說你的產品上面 有沒有按照它這個 之前的quiteria的部分 來看你的這個fail的狀況 那它所參照的標準是61,000至42 那它的耐受等級 測試的時候會分兩種 一種是air的discharge 一個是contact的discharge 那我們通常就叫它空氣放電跟接觸放電 那air的部分它有分2kV 4kV跟8kV 那contact的部分它就要打2kV 4kV跟6kV 那在測試的時候它的放電間隔還蠻嚴格 它大概就是 主要是以 1秒當作間隔去做測試 但是如果說 您的產品這個反應時間比較長 比如說 它一個工作週期 一個反應時間可能需要2秒 需要5秒 那我在ESD的這個間隔值 就可以把它適當的拉開 拉到跟你的週期是差不多的 因為要跟你的週期差不多 我才能判斷說 我每一次靜電干擾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對你的功能有所影響 那在這個下一個測試是6萬間之4之3裡面 就是我們Rs的測試 就是輻射耐受性的干擾 那這個輻射耐受性的干擾 看起來跟剛剛這個Demission裡面的 輻射放射這邊部分是很像的 但是它的訊號走向不同 它就是在你的產品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訊號產生器 經由我們的訊號發射天線 產生一個輻射干擾的場 去干擾你的產品 然後來看你的產品工作正不正常 那它測試的主要level是在3幅每米 那它是一個測試場牆 那干擾的頻率從80MB到2.5GHz 那這個部分在這個 這個新版裡面 第4版裡面它有所變動 強度變強了 然後頻率範圍已經太一樣 另外就是 如果你是生命維護設備的話 那你的這個受干擾的場角必須提高 我覺得它用比較嚴格的方式來看待這個 所謂的life supporting的部分 那如果你的產品是在屏蔽位置使用的話 就是你已經放在一個shading的location 比如說像X光機 它一定是在一個牽絲裡面 tremble裡面來使用的話 它會按照你的tremble的隔離度 來決定說我的干擾廠牆要降低多少 比如說你的隔離度降 你的隔離度有20dB 那我的干擾廠牆就必須降低20dB去 符合你的需求 那如果你是射頻產品的話 你的射頻產品的主要工作頻率或頻段 就會必須被避開 因為你的射頻通訊產品 它必須用到這個頻率去做通訊 那在這個RS測試的時候就會把它避開 那這是它測試的這個table表 如果你的產品是一般性的產品 那我們就會載一個1kHz的頻率 然後去干擾你 可是如果你的產品是一個生理參數的量測產品 比如說你是一個 EGC的產品會量到一些 心跳的部分 那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會載一個2Hz的波 然後 在送這個生理參數的時候 就要避開這個2Hz 來看你的產品 在量生理參數的時候會不會受到影響 再來是電信快速脈衝的部分 這個電信快速脈衝它就是把一些 一些很快速的干擾的那個 突撥 連續的突撥 來注入到你的產品的導線上面 不管你這個導線是電源的導線 或者是訊號的導線 會連接到你的周邊或外部電源的部分 那這個在測試的時候它的 不管你的電源是AC或DC 在電源端它都要打2KB的這個訊號強度 那其他的訊號或者是中間的連結線的話 如果它會大於3米 它會打1KB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的線長 會小於3米 你就不用測訊號線或連結線的部分 所以這個線長的部分就要看 諸位的使用手冊裡面 有沒有限制使用者 去使用這個線的長度 因為有些線是開放式的線 比如說你是一個 網路連結線 或者是你有一個電話通訊POL 你可以連電話線 那因為可能你的產品上面沒有附 這些連結線 那使用者可能會拿自己 外面找得到的連結線來用 像網路線或電話線這種都很容易買得到 它如果拿了一條 10米長的線 那它就會超過 這個3米的這個長度的要求 那這個部分因為你沒有辦法 預期到使用者會用什麼線 所以 如果你在你的說明 使用說明裡面限制的 使用者說你不可以使用3米以上 3米以上的 現場的話 這個部分你才可以排除測試 但是如果你都沒有提醒 使用者的話 不管這個使用者是不是專業人員 你沒有提醒的話 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會測試 或者是你有一個固定的現場 它就是小於3米 或者是你就是附他一條線說 你一定要使用我這條線 如果你使用了其他種類 不是我所負責這些Cable的話 我們不負任任 這個部分你必須在這個說明裡面 使用說明裡面做一些註明 那再來是雷擊測試的部分 雷擊測試的話 它跟剛剛這個 電信快速脈衝的這波測試是 突波測試是一樣的 它把雷擊波 雷擊波打入到你的電源線上面 那因為在這個知識之五裡面 雖然它也有一些訊號線的要求 但是在60601-1-2裡面 它只有針對你的AC PowerPore 就是你的AC電源端 有這個雷擊波的測試 那它雷擊波的測試 就會有分這個線對地跟線對線 這邊的線對地跟線對線就是 如果你的AC電源輸入端 會有9Nutro Ground的話 9Nutro的部分就是線對線 9Nutro Ground或Nutro Ground的話 就是線對地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再來就是這個 傳導的干擾訊號 這個傳導的干擾訊號 跟剛剛前面輻射的干擾訊號 它是一樣的干擾訊號源 那只是說它的概念不同 就是一個是從輻射空間場墻去干擾 一個是從你的導線上面注入干擾 那它們兩個管的範圍也是因為頻率的關係 造成它會有不一樣 那實際上它是一樣的干擾源 那你在測試的時候 就是你的產品在工作中 我們會有一個訊號傳真器 經由一個偶爾器 去注入它的一個傳導的干擾訊號 注入到你的電源線 或者是其他的點接線 那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 一般實驗是已經習慣了 在所有的EMP產品裡面 只要線長不大於3米 它們就不會測 但是唯有60601-1-2 這個 CS測試裡面 它並沒有要求線長 也就是說不管你的線有多長 只要我能夠測試 就是我的測試設備 有辦法 利用偶爾器把它夾進去 或者是接上的話 我就必須測試 所以有些實驗室 大多數的實驗室 因為以前都是從 做資訊類產品起家的 那因為資訊類產品 就是EM55024裡面的 測試要求 我就寫說暗黏 現場要超過3米才需要測試 但是我有這個 60601-1-1-2 裡面沒有這樣的要求 所以各位可能如果在看你們 這個之前的報告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是有問題的 它可能會漏掉這一項 那它跟剛剛這個輻射干擾一樣 它有分3輻跟10輻 也就是說你一般設備 跟生命維護設備 那你用3輻跟10輻是測這兩個不同的設備上面的要求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頻率點 會從 150K到80M 那80M這個部分其實跟剛剛前面這個RS的部分 它會接起來 它就是從80M杆去做切 80M杆以下它用CS做干擾 80M杆以上它用RS做干擾 一樣如果你有屏蔽設施的話 就是你有一些濾波器在你的這個 傳導線的接頭上面的話 看這個屏蔽設施 就是這個filter或者是隔離器 有多少強度 我們就會降低多少強度去測試 那RF的主播也是被排除在外 那另外如果說你的產品是 不能在充電模式下直接使用的話 那它是可以不用測 那這個起始頻率要求是看這 如果你的設施它的size 會大到某個程度的話 它的起始頻率點會依照下面這張表 去做調整 比如說你的產品如果說有大到某個程度 比如說你的產品有100米差 那你的起始頻率可能會放換到這邊 可能是 這個是LOG 所以這邊應該是差不多 差不多200K左右 比如說本來頻率點應該是從150K開始測 如果你的產品大到某個程度 它可以從100K開始測 那另外就是越來越小 你當你的產品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對不起 你的產品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的起始頻率點就會越來越低 那因為越長的線長 會跟你的這個波長有關係 你越長的線長越能容量越低的波長 所以當你產品很小很小小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你的起始頻率點可能就會變得比較高 可能會拉高到100米這個地方 它最多最多就是放換到100米 那為什麼這邊的秀的頻率點跟剛剛前面這張表 前面這邊 前面這邊停止頻率點不太一樣 是因為它有一些額外的要求是說 如果你是使用內部供電的是醫療設備 而且不能在充電模式下使用的話 比如說它可能會有一個額外的接地電源 額外的電源在外面的話 你才可以按照這張表來測試 否則你一般其他設備都使用150K開始 不管你的size 那這邊就是說 我們測試的時候會要適當的偶爾器 那如果是跟病患接觸的這些cable的話 你可以用current clamp測試 就是一個電流夾具 如果你沒有current clamp可以用的時候 你可以用EM clamp就是電磁夾具 所以只要一般實驗室它的這個 clamp可以夾住的線 訊號線的部分 那我們是都要測試 通常一般這個clamp的長度都不會太長 大概就是 40公分到60公分之間 所以你的現場大概超過50公分幾乎都是要測 那還有一項就是電源端的這個 瞬斷干擾 那這個瞬斷的部分其實它就是在模擬說 外部的電源設備可能有一個不穩定的供電狀態 它可能會有短暫的 停止供電 或者是有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停止供電 那在這個停止供電期間要看你的產品 是不是能夠維持出一些正常的運作方式 那它在performance 判斷上面可能會有一點不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當你的設備是在一個比較長時間 像這個是長達5秒鐘的電源中斷的話 它就可能可以不需要符合到這個6.2.1.10 因為conformance的要求 因為這個5秒鐘的長時間 長時間斷電的狀態 一般設備 除非你有內建電源 我這一般設備很難維持住原來的狀態 那其他的測試的部分就是屬於這個比較短的時間 然後這個週期的部分指的就是你的 你的使用電源頻率是多少 比如說你是50Hz的電源頻率 那就是50Hz的一半 就是100Hz的部分 那如果是5個週期的話可能就是 250個 那這邊是25個mini second 那這邊是 100個mini second 那一般有些設備它可能是 多項式的設備 就是說它的電源輸入端並不是單項 那你必須針對每一個單項裡面去做 單獨的電源頻率的這個中段測試 那如果你的DC電源設備 使用了一個AC5DC的converter的話 那你就必須使用符合的converter去做測試 去針對它的AC端做測試 那接下來就是磁場干擾的測試 那磁場干擾的部分就是把你的 產品 放在一個 線圈裡面 丟一個AC電源產生的這個磁場 去干擾你裡面的產品 那這個磁場的要求就是3幅每 對不起 3幅每米 那必須測試到50或60Hz的 這個電源頻率 除非 您的產品有限制說我的 input rating只能在50或只能在60 否則的話通常一般 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50Hz跟60Hz都會測試 那如果你是不會接AC電源的呢 不會接AC電源的也要測試 因為這是一個空間測試 算是一個空間輻射干擾 那這個干擾的部分 不會因為你有沒有接AC電源而有或沒有 它會跟你存在的環境有關 那為什麼AC端的部分 可以有一些限定的條件 是因為 如果你用50Hz的電源 通常你的周邊大概就是50Hz的電源網路 如果你只用60Hz的時候 通常是因為你的周邊只有60Hz的電源網路 所以它可以把它切開來考慮 但是如果你的產品是50Hz 60Hz同用 或者是你的頻率範圍可以跨這個區段的話 你必須兩個頻率都必須測試到 外面這些immunity的部分是沒有要求的部分